过程当中你蔡壁如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392到560之间 蔡壁如你又扮演什么角色 你为什么要叫副市长来做说明呢 这些事情当然蔡壁如一谈谈了12个小时 这12个小时里面要谈的内容可能很多 而且你知道蔡壁如一谈完之后马上 蔡壁如跟蔡壁如完之后马上马克文就找过来了 而且找了应小微也找了其他的 还有李文中那一定里面内容很精彩 那我想蔡壁如应该很紧张 马上想要隔空转身说 我问的问题请记住 我问题不是我那封雅虎上面内容是别的内容 那这个事情是在告诉大家呢 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陈佩奇现在很麻烦的事情是 上次我记得主持人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反正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干什么医生 你要去哪个科 那陈佩奇跑去问了这个洗钱的 所以明显是他是要问的问题是有关 你ATM那你自己陈佩奇觉得有洗钱的问题 你还跑去找这个反洗钱的问题 问检察官有没有什么没跟他不能谈 那摆明天是你心虚啊 一定认为说检察官是不是找到陈佩奇 其他的钱是跟洗钱有关的 我觉得检察官应该不只问说那个ATM存了多少 大概几百万 商办四千三百万 对 还有一个重点 他忙着看豪宅 然后就说你如果没这么多钱 你怎么可能去都是看上亿好像 我们这样讲嘛 你先生提了水果盒回到家 你太太不会去插那个水果盒里面 到底是水果还是钱 这一定会问的 ATM存钱那个是一点点 而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你现在现金包括你自己说的 过去所得一千六百万 交上你这个分配的这个票 选票的钱是七千三百万 你加起来金额也不过八千多万元啊 你怎么会去看一点二亿的房子 我们这数字可以算出来嘛 民众党的朋友 你自己也可以算啊 陈佩奇说他过去可支配所得是一千六百万 他讲的嘛 不要忘记他宣节要负债 负债还清了 另外就是他另外一个所得是什么 所得就是选票补助款嘛 是七千三百万 那假设如果陈佩奇说 老公跟我说可以买上亿的豪宅 那这个题就大调了 真的大调了 你哪来这么条意的减 因为一点二亿减掉 我刚才讲的这个八千多万 你大概还有四千多万的差额 这四千差额是怎么来的 你怎么回答 真的是问题啊 而且还不止如此 他还说他还替儿子又看了一个房子 那加起来我们上次帮大家算过嘛 不是一点二亿嘛 是一点八亿以上嘛 太多问号了 你实际手上只有八千多万啊 你怎么可能可以看到 这个一点八亿的房子呢 这问题一定会问他嘛 他一定会吓到这个 就会说这个事情不知道 都问客婚者 黄珊珊三个便当会都有参与 法治局在他的管理当中 然后呢 他这个包括这个过程的法律问题 他也这个客婚者也只是进化成的 可以询问黄珊珊 所以也就是说就整个流程当中 就是我们做的政治流程 法律流程 法律流程的进行当中 黄珊珊一定很清楚嘛 所以也就是说金流部分在兜上 第一个问题是你便当会听到什么东西 好你要回答嘛 好那第二件事 你是这个主管单位 你知道这个都 当时不是只有法治局是反对的哦 是包括都法局也是反对的哦 其实所有这个牵着到金华城的所有幕僚 也都是可归属于黄珊珊所可管制的范围里面 都是反对的 那他一定会说那你为什么同意啊 好那更精彩的事情是 检察官一定会揭露嘛 你当时得到的政治现金 那这现金怎么来的 还有包括了当时彭震生说 帮他弄到了一百多万的政治现金 这政治现金一摊开 黄珊珊可是要一条坛哦 还有这政治现金来的时间点 跟这个金华城 有没有对价关系 对那彭震生为什么可以帮你打电话 就弄到一百多万 这些政治现金的东西 一定也会一条条问黄珊珊嘛 你没有签名没有关系 政治现金进来了 你没有签名没有关系 便当会你有吃 你没有签名没有关系 这个法治局跟其他相关的法律流程 是不是在你管理当中 你没有签名没有关系 请要金华城的相关人员 有没有到你的办公室 做法律上的咨询 哇这个兜起来 我认黄珊珊 他其实算表面是说 他是这么说的 我是陪这个佩奇去看律师 不是他的事情 我认为其实他的事情 一点都不小条 财化法被蓝白 陈玉珊用了三分钟 三分针就给他送出委员会了 那到底这个版本内容是什么呢 好像很多人也不太清楚 也就是说这个财化法 到底地方给中央挖走了多少钱呢 任德哥 这个财化法原来给中央挖了这么多钱 现在地方政府变成了爆发户吗 那么一些脑龙津贴 一些健保这个劳保补助 那这些钱要不要全部都改由地方去负责 很简单嘛 你不能只要钱 然后不支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赞成修改财化法 但是问题是不是你这乱搞的嘛 三分钟就随便这样乱搞的 国家财政大计可以这样子 欧白算吗 你要应该去修的部分是什么 比如说高雄是不是工业都市 污染都留给高雄 高雄那时候气爆的时候 大家赫然发现 原来地方那个地底下 还埋那么多管线嘛 那高雄的空气对不对 高雄的天空 那颜色都跟台北不一样嘛 那你不能把污染留给人家 然后呢 总公司设在台北 那台北市什么都得天多 拿最多钱 没有这个道理嘛 那所以你要修改 要修改就是要一个公平的一个原则 不是乱改嘛 如果你要所以 以地方为这个等于相关的修改 那我问你啊 高雄市比台北市多十倍的土地 为什么高雄市不是分得比台北市 更多更多才对嘛 对不对 如果要以土地的话嘛 对不对 用土地的话 那你人口的话呢 那么当然最多的就是新北市嘛 新北市四百万啊 你台北市不两百多万而已嘛 所以你要划分的时候 必须要有一个标准 大家坐就要讲就要谈 当然 每个大道都是本位主义 啊我最多 像这个有些小县市他说 我们收的 我们收的远远啊 我们远远大于我们拿的 不是废话吗 现在哪 绝大部分的县市 你收了一些税 你只是帮中央代收 你要交回给中央 中央重新分配 这就是中央与地方的相关政府存在的目标嘛 不然全部都给你地方就好了嘛 那要中央政府干什么呢 中央政府还有包括这些所谓的相关 我们还讲到川普要么保护会的这个相关的国防预算 有的没大堆就对了嘛 像现在有很多福利 很多福利金等等 也都是中央补助地方等等嘛 要不是你地方自己拿钱出来的 对吧 为什么今天就在今天 国民党跟民众党已经挡了六次的总预算 今天终于过了 很简单嘛 大家政治是一个妥协的工具 我跟你说你叫什么好 国民党跟民众党挡到12月31号过年啦 我看你干吗 2020年你选个屁啊 你怎么选啊 很简单嘛 因为十几个县市是你们执政 地方县市执政的预算 有多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都要靠中央补助 你整个预算倒在这里 我跟你说你倒不掉了 薪水交换 但问题是这些经费全部卡住了 你的这些什么长照的 这些所谓的堤防的修水 治水什么 全部都卡住 连那个所谓 那为什么你知道 为什么突然间让他前瞻基础 先过 因为很简单 轨道建设嘛 你台中的这个捷运 蓝线这些 我问你你几位都来 但是问题是 不是三才同志乱搞啊 你看刚刚连江线就好了 六亿变61亿啊 然后包括这个苗栗线 575亿 比六都的台南市 539亿还多啊 你们的标准何在 我跟你说 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台北市分得989亿 新北市比现在475亿啊 还要多分619亿到1095亿 我跟你说哦 他们现在 划分的标准是何在 国民党执政的比较多 就是这样子 国民党执政的 我就是要优先就要多 新北市就好 你以为你新北市 现在给它膨胀到1095亿 你以为新北市下一任的市长 一定是国民党还是民政党的吗 难道不会是民进党的吗 所以不是这样分的嘛 不是这样话 大家要坐下来谈 然后可以给多少 然后呢 谁应该增加 因为过去太少了 我会把故乡自己关掉好嘛 台北市铺柏油 跟铺这个红砖道的钱 在我们故乡可以有多大的建设啊 但问题是 大家不能都只有本位主义 花蓮不就这样本位主义吗 一个花蓮要占掉多少钱嘛 不能这样 大家都这样 不能过去十年前一个半分钟 爆发太阳滑雪运 你现在三分针 然后就要搞成 把这个全国的财政搞得乱七八糟 按照蓝白的这个版本 现在地方现实真的是发大财 比如说呢 这个我们看到律师林志云 他就说了 基隆市预算从53亿 暴增到221亿 马祖人口才1.3万 预算正是从6亿变到61亿 哇这每个人真的是发大财 中乐透了 然后基隆之前送哥哥软 现在直接送特斯拉了 然后呢 马祖每个人每个月 可以找明目发钱 发到手软 根本是发大财 那这个是比较小的县市 如果比较大呢 比如说北高 因为台北市是首都嘛 又可以多拿 要选高雄的柯志恩 他是蓝营的智库执行长 他说我也不认为 有三%首都的分配数量 他说他不认同 真的是这样子吗 冠婷 我说真的 今天这个五月份的影像出来之后 会发现 这一次这个财化法 从中央要挖钱 捞钱这些事情 根本就蓝白的阳谋嘛 不是阴谋嘛 当时国民党说 哎呀我们要挖五千亿 黄国昌说他们挖三四千亿 不好意思都错了 最后陈玉珍三分钟过的版本 是从中央挖六千六百一十二亿 哇天哪 所以我们都误解他们了 六千多亿 哇 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 我简单讲给大家听就好 一年我们中央总预算三兆 1.8兆中央法定预算 法律保障的钱不能动 五千四百一十二亿 地方补助不可能变少 所以实际中央可用的裁员 七七六九亿 减掉六六一二亿 讲白话文 中央剩下一千亿个以后 中央剩一千亿个以后 天哪 好那会影响什么 影响什么 我们国防预算 国防预算明年六千多亿 你把人事扣掉二九四五亿 国防预算分不出来 所以依照这版本我讲白话 就是侯友宜市长 拿到多拿到钱 在新北市要组成新北民兵团 影长变成侯友宜 高雄陈其迈市长 要去当海坤号的舰长 就改成地方自己做了 中央就没钱了 连国防预算都编不出来 天哪 你就跟我们讲 你如果今天这些钱 全部中央本来帮地方做的 中央本来全国做的 改成钱拨给地方做 你跟我讲这些地方 哪一个县市要做 这没有讲嘛 第二个事情是 敢做敢当 柯志恩 你为什么爱说谎 我们看一下柯志恩怎么讲的 柯志恩这几天跳出来 跟大家讲说 哎呀 给首都3%250亿 我也不认同 为什么 因为柯志恩要选高雄嘛 想当市长嘛 你为什么敢做不敢当 为了选票 用骗的也不行 来你看 国民党的才华法 是不是就他提了 来为什么 4月2号在国民党 智库共事会议的时候 柯志恩怎么讲 现在 立委的席次没有过半 正式修改财法好的正式时机 9月19号 他们说 智库版本就是党团版本 到了10月5号 柯志恩讲 不赞成国民党团 首都3%的分配税 到了6号 好像讲错话了 好像打脸自己了 又改成 哦那不是我 那是财委会哦 我不知道 一下子说要修财化法 一下子说反对这3%给首都 一下子说我不知道 哪一个版本的柯志恩才是真的 哦他是双面人哦 黄杰就跳出来讲了啊 今天不管你是哪个委员会 面对高雄的预算分的比较少 污染留在高雄 所有的高雄民进党的八个立委 一致排开 一起捍卫 一起争取 柯志恩 你要选高雄 你自己可以这样切哦 哪一个版本的柯志恩才是真的 所以少在那边又要当神 又要当鬼嘛 你的立场是什么 讲清楚 我们的质疑你讲清楚 三件事情问清楚 0到6岁国家一起养 1177亿谁出 长照预算926亿谁出 社会住宅400亿谁出 国防预照2945亿谁出 直接大手一挥 6000多亿从中央砍掉 谁出钱 是明显这个可以这样搞嘛 才话地方把这个中央的钱 都分光了 那国防预算可以不用吗 刚才瑞德说得很好 所以不亏瑞德是资深记者 你说明年新北市长会是谁 是蓝的还是绿的 不一定啊 算起来知道啊 冠行这位民党的中央的党部的发言人 所以有时候从中央的角度思考的时候 看的事情又是一套 横看承引侧承风 后面冠年要选1777 看的角度一样又不一样了 为什么 中央角度跟地方角度看都不同啊 这才话为什么 当初动审的时候 中央把营业税是15%拔过嘛 本来是6比4 减的75比25% 所以是这样啦 你说才话讨论三分钟而已嘛 不是呢 其实动审以后2002年 讨论到现在几年了 20几年了 22年了 各种版本都有啦 而且你知道 我举个最简单的 但各种版本是这样子吗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地方的区域调整之后 譬如说六都台南区跟台南区 台中县跟台中市那个诊病啊 你觉得地方统策分分感要不要调整 是要调整啊 所以大家认同要调整 所以对朱立伦主席的意思是这样啦 过了 可是这个案子还有调整的空间 所以这个比例我跟你说啦 增多周三 你们本来都补不了了 可是地方要拿这么多喔 没有啦 就是说当初如果回到 回到洞室 我跟你说这简单 这家庭是大家的 现在大家都兄弟 现在说县市他兄弟 台北市他兄弟 台北市较贪 新北市坎较少的 高雄市脚水也多较贪 坎较少的 分较少的 坎较少的分较少 我告诉你 你马上面对到什么 川普当选了 各位 大家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新闻 对 七奈米以下台积电的 不准到中国去的 川普在竞选的时候 讲了多少次 台湾要提高国防预算 我们马上面临到 你要展现出自卫能力 你怎么买武器 对 我们好不容易 川普时代卖给我们 很多很好的武器 我们要不要买 要不要展现 你钱在哪里 照他们的逻辑说 我们国防预算大概也都 都没有办法了 因为你中央只剩一千多亿嘛 那乱七八糟嘛 我刚刚就讲长照你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社福那些怎么办 可是你们做的 我就说最差的就是两样 我不客气的讲 蓝白现在干什么 第一方面要夺权 所以他要扩张立法权 要医院独大 五权宪法 变成一权宪法 然后夺钱 让你中央没有钱架空 你整个中央政府 然后接下来你要怎么办 让你赖清德政府举步维艰 我越乱 你越没有能力 到时候时间拖得久 大家怨谁 怨中央政府嘛 你可以为了政治斗争 葬送掉台湾的未来吗 而且你们有把其他县市 当做兄弟姐妹吗 为什么这次编的结果是这样 清南部中北部 中东部清西部 离岛比本岛还重要 因为这些通通都是国民党执政 我这只讲一个例子 你们苗栗现场感谢谁 当初感谢民进党执政政府 说马上就不理他 徐耀昌说是民进党政府就他们的 你们现在国会多数你们干的事 只要是国民党执政的我就多给 民进党执政的南部的我就可靠你 然后我中央让你没有钱没有办法办事 到最后我让你连任不了 这就是你们又要夺权又要夺钱 那益森地方当然是希望多分一些 但是也分太多了吧 这个统筹分岁税款 它其实不是蓝绿的议题 而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立委 他们都会为自己争取 但是为什么是有一个金门的 两万八千多票 说真的李明贤下一次选择 不一定比陈玉珍都还高票 一个议员都比他高票的人 为什么可以决定三分钟 决定了这么复杂的议题 第二个你可以讨钱 但是你不要只讨钱项目不讨 你把中央挖走了五千多亿 那地方要负责什么事情 要讲清楚 这个叫中央地方的统筹分配税款 为什么叫统筹分配 因为有些县市穷 有些县市富 我直接举例苗栗欠钱欠一堆 隔壁隔一条河 新竹市有台积电赚钱赚一堆 所以可以用营业税来做这样分配吗 台塑的公司登记在哪里 登记在台北市嘛 污染在哪里 在我们营临啦 营临为什么收不到钱 都你们台北市收 所以会吵架嘛 会吵架 所以才需要中央统筹分配嘛 所以地方抢钱没问题 但是地方不要只抢钱 项目都不抢 就会导致分配不均嘛 所以这个议题 还要跟所谓的地方制度法 还有县市合并嘛 比如说你新竹市要拿多一点钱 那你要跟苗栗 跟所谓的新竹县并在一起 所有的其他比较穷的县 你要互相照顾嘛 台北市一样啊 为什么新北 除了万迪在新北 一堆边陲的地方需要建设 结果台北市拿的比新北还多 这不公平嘛 所以如果要谈 可以 但是必须同所谓的 所谓的县市合并 地方制度法 整个要合并一起来谈 如果只置地方抢钱 一定会增多收场 一定会排挤到穷献的预算 对的确 那你怎么看台北市多拿3% 又比较好吗 台北市已经是预算最多 包含这一次我们的总预算 有58% 我们总共总预算是2044亿 中央补助有1500多亿 超过一半 那你说今天我们当然也希望多得 但是蒋万安尼有没有什么计划 你的台北市的规划 你要拿了这些钱之后 你要再多做其他的轨道吗 但不要忘记台北市的捷运 其实多数都是中央补助 蒋万安昨天还讲了什么话 蒋万安昨天还讲说 北捷可能未来路不付出 那未来可能要涨票价 他讲了一句说 要不然票价中央来补助 中央都已经被你们分到 已经没有钱了 你还要中央补助 现在地方你要自己负责 对 补什么补 那你拿了那么多钱 你到底要什么 你知道因为像我 你拿那么多钱到底各县的计划是什么 不然突然变爆发户 像现在如果我们要跟中央提补助案的话 要什么 你要送计划进去 你要让中央知道说 我现在要做这个计划 包含像我最近要提的是一个淡水核整治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双北 所以要双北一起提计划 送到中央一起来审 来讨论这件事情 中央来帮忙补助 因为这个可能比较大的范围 他需要比较多的经费 那你就要提预算进去 像亲戚的这个 亲能的这个补助案 之前我们就看台北市 我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亲能的补助 为什么在高雄 然后惨罚局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没有提计划 所以你没提计划 中央不会给你钱 那你现在突然分了这么多钱 当然钱越多越好 但是你要用在哪里 对 你到底要用在哪里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难道你未来是要把说 我们最近的防灾事 全部改成民兵 请问一下拿了这么多钱 那我们就要问 就是说蒋万安 你的计划在哪里 我看了一下 我调了那个蒋万安的2023年 包含你知道台北市的愿景 全部都很笼统 他也没有任何的计划 就说我们现在是大都跟时代 大都跟时代 难道你要中央补助吗 age 阳万安 ically 被持异刀 这里 相当地 两位 rå 咩 employee influen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